新年新蘇派夹 新年新蘇派夹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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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蘇派夹飽 新年新蘇派夹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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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訴你 最愛在男生面前 珍寵的女生是誰 並且分析她們的手段 高明指數 真的 一部习字毀形象 哦 難怪 我們兩個快成功了 你知道 我真的 我就靠這個走天涯 我跟你講 妳的眼神好恐怖 黃老師 小雙王 妳比較喜歡玩是小胖胖 對不起 謝謝 一樣需要將妳從密談 看出誰是妳的歸人 沈逸林先生 妳是我心目中的神 謝謝妳這一年之中幫助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兩年 會繼續的像現在一樣這樣幫助我 然後我要告訴妳 妳真的很帥 尤其是妳臉上的那一顆痣 好性感喔 我好愛她喔 我好愛她喔 什麼什麼面向特徵的人 這輩子啊起一時靠自己最好 一直常常靠中子來了 對 這時候我們給她一個名詞 叫做天柱文 如果是天柱文的 那她就是要靠自己了 那她就是要靠自己喔 那個 什麼關係 小胖胖胖她現在因為還年輕 對 這條線她也是現在漸漸的 還沒有完全長得很 另外還要公布 下到年遇到的桃花 就是命中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星座是誰 下次DIY找幫妳測測 妳跟她會有緣無分嗎 千萬不要錯過囉 然後歡迎我們今天很特別來賓 這次很搶手 人氣非常的旺 歡迎小胖胖 小胖胖 大家好 小胖胖來到我們的節目 最近很忙喔 接好幾個節目 例如有 沒有就是兩個節目是固定的特別來賓 真的嗎 對 然後還有在拍戲 但是拍戲的話 我們是八月份才會做宣傳 那現在有一個新的 在我們這個台啊 東森綜合台 什麼啊 百戰大勝利 百戰大勝利 一定要準時收看 星期六晚上六點到八點 這個很多人看耶 對 很多人很喜歡這個節目 因為覺得 聽說好像是在東森台裡面 好像創最高紀錄 收視率 可是妳看妳其實進入演藝圈 從已經一年半的時間 對 妳看這中間也是風風雨 八卦不斷 有很多一些比較不好的新聞 例如說妳跟誰不合啊 或什麼之類的 又常常講說妳跟主持人 一些不合的狀況 也有講過我跟唐老師不合 對啊 很無聊吧 太害怕我傻逼 沒有 妳在現場馬上就槓起來了 沒有 那個製作單位直接說 他說我們希望妳們 幫我們做個效果啊 妳們兩個就是妳笑她 她笑妳啊 對 因為那時候我剛瘦下來 可以跟她媲美 可以比一比 現在可能她就不會 把我們放在一起 她可能會叫我 她可能會叫我笑白雲 然後叫白雲笑我 對 現在我們因為不是對手 我們不是同一個標籤 所以不需要 所以妳已經放心很多 對不對 對 那妳看現在就有講啊 就是妳跟那個洪曉蕾 對不對 有沒有講說妳跟另外一個 就是洪曉蕾啊 在這個憲哥面前爭寵 有沒有 妳有沒有聽到這個 到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會有 直接直接有 會有嗎 不會啊 她人也很好啊 沒有 有一天會有 會嗎 妳信不信 消息一定會這樣說 消息一定會這樣說 不要比也比不過她 她那麼美 然後那麼高挑 妳講話感覺有點說她那麼美 那麼高對不對 怎麼比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像在同一個節目上的話 她就是 她有她的風格 那我走的就是醜女路線 妳想走醜女路線 不要這樣 妳那麼漂亮 這樣子妳會走陰我 會啦 我也是醜女路線 不要 妳走別的 不行 我要學妳 我一定要效仿妳 夏天 妳最醜這樣可以嗎 蛤 妳最醜啊 小醜的醜 醜小的醜 對 女醜 妳要這樣走喔 對 因為我覺得 不要啦 不要 我要啦 我要 站住妳喔 舉手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開心 妳不覺得嗎 因為其實我也是 有點喜歡刷寶的 真的嗎 看不出來妳不適合啦 我適合 我真的適合 妳只會讓她走 以後我會開始 偶爾會模仿一下別人 喔 真的嗎 好 那妳做一個最醜的表情 蛤 妳真的敢做嗎 對 好 那妳先把裙子脫下來 不行啦 這樣 妳今天想啦 今天有那個 阿嬤的內褲在裡面 不行 下次等我穿 有那種蕾絲編的話 我再試一下 妳真的會脫嗎 沒有啦 要漂亮的小短褲 對啦 我有那種牛仔短褲 是那種可以看到小屁屁的 就是有半個屁屁可以露在外面 那在那個擺在大聲裡 有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對 對 對 所以妳看 其實她跟那個洪曉兩個主持 可能之後 日後就會有人跟她講說 她們兩個可能想要爭寵 在憲哥面前表現得很好 對不對 所以妳看其實有些女孩子 說實在啦 就是常常都會希望 可以得到男生的寵愛 所以她可能就跟另外一個女孩子的時候 就會看來講說我喜歡她 或是我希望可以得到她的支持 或是希望她可以得到她的幫助 女孩子跟之間 她們就會有一些競爭 就要去爭寵 所以我們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從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女生呢 喜歡在男生面前爭寵了 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上榜了 到底哪些女生呢 在男生面前特別會爭寵 這個就要從我們菜羊跟金星來看了 因為金星就很自然地 會做出這些事情來 那小潘潘是牡羊座 金星在雙子座 加千的話是雙子跟金星巨蟹 那我們的李老師是水瓶 然後金星的摩羯 我們來看看大家會不會爭寵 好 來 第三名 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 巨蟹座 加千 上榜了 你會爭嗎 你不是那種人 其實巨蟹座她希望自己是有人緣的 所以對於那一種 比如說她自己很受歡迎 她就可以去照顧別人 可是如果她自己被冷落的話 這一點她沒有辦法接受 我不喜歡被冷落的感覺 對 所以巨蟹呢 她基本上她很怕人家會贏過 尤其她已經在滿前面的位置 她其實就很怕人家贏過她 對啊 所以我一直叫你 不要跟我走同樣路線 不會啦 對對對 如果有人搶了她的位置 或者是比她更受寵愛 其實巨蟹座表面上是說 沒有關係啊 大家有飯一起吃嘛 可是她的後腦勺就有兩顆眼睛 開始一直在注意 那個人是不是越來越好 那個人是不是越來越紅了 如果是的話呢 她就要想辦法了 那通常巨蟹座她就會按得來 她就會按得來 心機重不重 重 原來妳的眼神好恐怖 對… 好吃 想吃飯碗 你不在吃飯碗是小碗碗 對不起 謝謝 對… 如果她要爭寵的這一項是黃老師 她發現黃老師最近常跟高老師說話 是 對 她可能就來這邊張開 黃老師妳都不理我了 對 然後來希望大家注意她 可是當然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 所以其實妳會發現 機械座還滿用力在經營人機公司 對啊 人嘴巴甜一點是好 對… 所以機械妳不用擔心它善良 機械本來就很善良 但是妳要擔心它過度善良 難怪就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這樣的感覺會讓人家覺得很假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巨蟹座它本身如果說 它沒有這麼假 假到讓人家看得出來 它表示它功力很高 其實是OK的 手段還不錯 對不對 就是拍馬屁拍得讓人看得出來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就是按得來 它手段高不高明 那就是要看它指數高不高了 高明指數是多少呢 巨蟹座的高明指數是 60分 及格… 及格啦 但是不能算很高分 對 還不行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它過度了就會很假 對 比如說都明明好像很難怪 不會 我不會很難怪 去死了 妳就喊痛就好了 對 所以說機械座有時候 妳不要盯得太過分 否則的話 旁邊還是會有一些明眼人 然後暗暗地就會跟妳競爭起來了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這個爭寵 這個會在男生面前爭寵的女生是誰 太陽金星如果落到了 雙魚座 真的 雙魚座很多耶 雙魚座最擅長的方式 它爭寵的方式就是那種好像不在意 真的啊 是怎樣 或以配為主 好厲害喔 無所謂 沒關係就讓它去 對… 就給它 沒關係 沒錯… 可是因為你想要用這一招耶 真的嗎 有沒有效 人家真的就給別人對不對 對 不會 不會 我就會給妳 因為其實我都是放平常心 就是我想到最壞的狀況 就像本來我是想要出國去念書 去投靠我大姐 在還沒有接這兩個節目 還有接現在拍的戲之前 對 那一直做一個跑通告的藝人 也不是辦法 然後之前主持兩個節目 記者有時候會在那邊寫說 因為妳主持得太爛了 所以節目都停了 誰說妳主持太爛了 有的人會當自己就會覺得很挫折 很難過 真的嗎 對 那再來如果再… 可是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他們自己本身就是… 有夠好嗎 你覺得 可能我自己也會覺得表現得不好啊 對啊 因為可能事先溝通也不夠 然後跟另外就是也默契不足吧 妳就是之前有沒有看到那新聞對不對 對…但那不合是真的 真的嗎 怎麼樣不合 我會不會問太多 對不起 不會啊 可以問嗎 因為她走的是財經的路線 記者路線 那我想要走女丑的路線 對 想要比較生活化一點 對 生活化一點 不要給那麼大 因為現在做節目就輕鬆一點吧 對啊 壓力不要那麼大 對啊 那有時候講得這樣子 咬文嚼字 然後講得這樣子 嗯… 冠冕堂皇 冠冕堂皇 對 這時候就要用在這裡是對的 好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就會真的 顯得我格格不入 然後自己就會很挫折 然後自己就會很挫折 結果沒有想到 以退變成… 反而公司不… 就覺得說應該還可以有更好的機會 然後才幫我再往這個節目推 那是你的雙子座 對啊 幸好一點 那我們這裡的雙魚座呢 它是更高明喔 它才不是說真的要退呢 它的退子是假的 它會用另外的方法 假裝就對了 吸引你的注意 真的 對 雙魚有幾種吸引你注意的方法 一個就是它很… 它反而會很認真的工作 對 然後用它的實力來爭取你的注意 而且很強勢 那另外一種呢 它就會用那一種 鹹熟的方式 然後讓你覺得 哇…你的人生真的… 有它會更好 因為它很懂事 很體貼 所以它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形象 好棒喔 所以通常這樣子 它當然… 它一定會有計畫地讓人家知道說 它有這些想法跟優點 久而久之 男生就會覺得 那個是很有特色 可是它好像是不想結婚 那個好像也… 難怪你說女神這件事 你看徐若瑄在很多的男生面前 對不對 男生都覺得它就是一個很漂亮 很可愛 很完美的典型 對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雙魚女的手段高明指數怎麼樣 對 它竟然是用這個方式 以退為進的感覺 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強勢喔 好強勢喔 好厲害喔 這是製造別人 對你的需要 你不覺得這才是真正高明的地方嗎 對 而不是我一直告訴你 你應該需要我 你知道嗎 你是非常需要我嗎 沒有 它是做給你看 然後你才會知道說 你這麼需要 對 妳靠近來了 對 不是它自己送上門的喔 這一點大家要學一學 這個很棒 對 所以很多雙魚座 它其實爭取來的 人家都心悅成福 它就是輕易地把你搞定了 對 把所有人都搞定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我們這裡還有第一名 還有第一名的 因為雙魚是無形之中 那第一名應該是 還滿有功夫的 那就是太陽金星 如果落到兩位的雙子座 好 我上兩個耶 對 對啊 我還好吧 原來這嘉謙真的是 雙魚很重 沒有啦 不要這樣說 我是 妳一定對常常 派王君大哥那麻煩 我很會拍喔 開玩笑 不然妳以為我怎麼看 主持開金星座 好 太陽金星座在雙子的人呢 她是怎麼樣爭寵的 妳知道嗎 就是耍寶啊 就是當女丑啊 真的 木錫自毀形象 難怪 我們兩個人快成功了 你知道 真的耶 我就靠這個走天涯 我跟你講 而且我覺得雙子座 其實是有點人來風的 尤其是男生多的時候 他馬上變得很快 又很浪 或者是很放 很性感 性感又可愛 所以當然男生的目光 全部都被雙子攝影過去 真的 其他那個在那邊裝淑女 都不講話了李老師 馬上就被人落了 她是水瓶加摩羯 撐得不得了 真的 那她的那個高 她的手段高明指數 聊完了 對不起 我以為我講完了 對不起 她一直在講話 OK OK 攝影師意見很多 對 因為妳知道 講到這種就很容易去聊 你知道嗎 我以為我講完了 沒有 我會忘記 OK 好 來看一下她的手段 但高明指數到底多少呢 八學了 所以她還輸了 那個雙魚座 對 對 當然她沒有像 雙魚沒有雙子那麼亮眼 可是雙魚是女神 妳要搞清楚 雙子把自己搞成女丑 對 就差那十分了 沒關係啦 這十分就差了 對啊 做第二名的比較好 對 第一名要去承擔那些壓力 對啊 所以還是雙魚比較命好 做到那讓妳男生看不出來 從心裡心悅成福 愛妳愛得要死 雙子呢 因為她先表現得很強悍 所以後來很多事情 雙子自己都要承擔 所以誰高明 誰不高明 當然就比出高下啦 對 所以這樣就知道 上榜的女生呢 我們就會很厲害 可以在男生面前爭笑 提度我們嗎 沒有 好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像小潘潘 我們知道妳的貴人之前 對 大家都知道 黃任忠嘛 那除了黃任忠之外呢 妳覺得 妳在這演藝圈裡面 還有誰是妳的貴人 現在應該就是那個 沈玉琳先生吧 我的老闆 沈玉琳 因為在去年五月份 跟她簽了約 經紀約 那原本我也沒有想到說 自己真的可以走演藝圈 那就是自從跟她合作以後 那她在這個演藝圈人脈很廣啊 所以也不斷地在幫我推啊 然後綜藝節目也是 談話性的節目也是 也會去 對 然後這個戲劇界的 國台語的都OK 對 所以很吃得開 那我就覺得做她的藝人 真的滿吃香的 然後現在就等於說 這一年之中讓我賺了 滿多錢 滿多錢 對不對 那妳有什麼真情告白 要來跟她講一下 今天 今天藉由這個節目 來對我們的沈大哥 心情告白 對 沈玉琳先生 妳是我心目中的神 謝謝妳這一年之中幫助我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兩年以內呢 妳會繼續的像現在一樣這樣幫助我 然後我要告訴妳 妳真的很帥 尤其是妳臉上的那一顆痣 好性感喔 我好愛她喔 我好愛她喔 然後妳就講一講完之後說 請容許我現場 就是跳一段脫衣舞給妳看 然後就開始跳起來 妳覺得還不累 妳覺得還不累 還不累 我們下次要設計一下 這樣可以弄在 我們另外一個節目裡面的一個梗 對 這樣提高 我當然要幫我們節目提高收視率 妳怎麼可能幫妳的節目提高呢 對 妳這個白癡 我嫌王君講話 妳這個小氣壁 手提高的下跌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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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明明這樣兩個是女仇 而且我剛剛從頭到 我一直叫她不要走 對 好笑妳不要走 妳們開一個摔跤節目怎麼樣 妳們可以開一個摔跤節目嗎 妳們可以開一個摔跤節目嗎 對啊 好耶 而且我們兩個今天還穿短裙 感覺還不錯耶 還是我們現在虧衣解帶 為王君跳個舞 好耶 好耶 就要當那個主 沒有把王大哥逼出演藝圈 真的 所以你看其實每一個人 就不管他在任何一個工作上面 一定他的生命中有一些貴人 我們今天就要從我們的子威命盤 來告訴大家 就是妳的貴人到底是誰了 好不好來 陳菲利老師 好 我相信每個人都很關心 我生命中的貴人到底在哪裡 那今天子威命盤就要告訴妳 妳的貴人在哪裡 那講到貴人就必須要認識兩顆心 一個叫做天葵 那就請在座的老師們跟小潘潘 把命盤拿出來這個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也拿出妳的子威命盤 趕快找出天葵天月的位置 那因為它的位置不同 我們在解釋上面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我們的天葵天月 會在我們命盤任何宮位出現 那我們先看看如果是在命宮的話 它有什麼樣的狀況 觀眾朋友趕快看一下妳的天葵或是天月 有沒有在命宮 對 如果在命宮就可以聽看 像唐老師來講的話 它的天葵就在命宮 對 那唐老師天月呢是在 是在財博 財博 對 好 貴人心在命宮的人 就表示妳是一個自利救濟的人 碰到任何事情 所以就是靠自己的意思嗎 對 自己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的 能力很強耶 同時呢 它也會扮演這一個幫助別人 就是它也是別人貴人的角色 是 有這兩種 所以一個貴人心就這樣浪費掉的意思嗎 是 能者多勞嘛 對不對 對 我要解釋一下 天葵和天月雖然都叫做貴人心 可是他們的力量是不一樣的 天葵叫做直接的貴人 天月叫做間接的貴人 那什麼叫做直接的貴人呢 比如說我今天碰到問題了 我找唐老師 我這件問題需要妳的幫助 他直接就幫助我了 他說OK 沒有問題 交給我處理就好了 好 這個叫做直接的貴人 那間接的貴人就是 我這件事情呢 我知道 唐老師 唐老師說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可以引見黃老師 他會幫妳解決 所以他是間接介紹我黃老師的一個貴人 但是我的問題還是解決了 所以天葵天月他們的功能是一個 直接間接這兩種不同的警示 所以我不但把一個貴人心用掉 而且是一個直接的貴人心 直接貴人心 然後留下來這個間接的 對 所以意思就是浪費了 那了解了命工它的一個特質 叫做自理救濟 我們再來看 也許你的貴人心會在你的兄弟宫 是 那在兄弟宫是什麼狀況呢 也就是說 你比較能夠得到兄弟的幫助 就是你的貴人是兄弟 對 親兄弟嗎 就是姐妹什麼都是 對 那也代表著說 未來你的兄弟姐妹 他們的成就是很不錯的 好 那也因為他的成就不錯 他可以拉拔你了 再來看 如果是在夫妻宮 你在座的人都沒有在夫妻宮 對 都沒有 好 不是嫁好婚 就是什麼 娶到全惠之女 也就是說你的另外一半 她的家世非常好 你會因為娶了她 或嫁了她 你水長船高 滴滴水席 但沒有這個命 好 我們再來看 他的子女宮 我們在座的 也沒有人天回天月在子女宮 對 貴人心跑到了子女宮 就是子女就是你的貴人 可是這個有一個半書 對 我們現在說你會生到貴子 會生到貴子 對 也就是說這個孩子 他的健康 智慧 個性都不錯 可是當孩子要成為你的貴人 也必須要孩子 就是稍微年長之後 他會幫助你的 那還有一種解釋也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的運勢都不好的話 你會因為生了這個孩子之後 你的運勢有所轉變 所以天逵天月在子女宮的人 趕快加油 趕快做人 OK 好 在財博宮 這個潘潘的是在財博宮 對 你的是在財博宮 唐老師也在財博宮 好 我們來看財博宮 做了貴人心有什麼狀況 你可以得到別人的幫助而賺錢 你可能在經濟有困難的時候 自然而然有人 別人願意幫助你渡過難關 那甚至於還有一種就是 你說不定有很會賺錢的朋友 他說我幫你做投資 他說他把我名牌給你 因為你透過他的名牌 你買了這個股票 而你也就賺錢了 也就是說你賺錢的機會 因為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朋友 提供給你的 真的還不錯 對 對不對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有有有 有對不對 都是別人給你一些幫忙 對 然後因為這樣子然後賺到錢 這幾年比較有 但以前都是給錯誤的消息 對啊 好 我們再來看 貴人心如果跑到了極餓宮 極餓宮 對 健康也沒有人用 健康的嘛 也就是說你生病的時候 你比較會碰到好的醫生 這個好像不太好 這個是也算是一種貴人 是啊 像有的人得到重大的疾病 他到哪裡求醫都是 都沒辦法 對啊 偏偏 這個醫生把他的病給治好了 治好了 但是天葵天躍 這顆心跑到了極餓宮 還有一種解釋 就表示你的大腸蠕動不良 像天葵如果在極餓宮的人 他可能就是比較會有那種 拉肚子的傾向 常常拉肚子 天躍如果在極餓宮的話 這個人就常常會便利 真的 他也有這樣的一個特質在裡頭 所以 不是拉肚子就便秘 對… 好極端 但是要分清楚天葵才是 拉肚子天躍是便秘 OK 好 我們再來看 你下次講這個順便要 置入性行銷 現在很流行 順便要介紹一下怎麼青樹便 對喔 這樣子觀眾看 人可以得到解釋 那你拉肚子你要吃什麼 比較會吃辣的 吃行精神啊 對啊 可以吃 好 我們再來看 天躍天躍如果在極餓宮 那我們也沒有人在極餓宮 對 就表示你出外於貴人 有人挺有人住 碰到任何事情 自然而然可以迎刃 而且有人就幫你 給渡過難關 是 太棒… 對 好 我們再來看 剛好如果是在極餓宮 有囉 像嘉謙和黃老師 我是極餓嗎 對 就是極餓宮 就交友宮的意思 就是交友宮的意思 朋友 朋友 同事 都是你的貴人 真的 跟你共事的人 他們都願意幫助你 耶 甚至於呢 還有一種解釋就是說 你比較容易結交到 層次高的朋友 真的 因為要當貴人的話 他層次比你高的話 他的貴人力量會比較強嘛 真的 K&T台式的工作人員 謝謝貴人 謝謝 貴人 我的天啊 我現在講英文喔 謝謝 我們來看在關路宮 像潘潘 你也有在這邊 還是在關路宮 對 來 在關路宮的意思是說 工作上面 始終會有人拉你一把 這個很棒 對啊 在這邊都會有人拉你一把 對 對 有些人會拉你跟他一起去 跳懸崖 那就跳嘛 好啊 你就會跟人去跳 對 他就會 這就好像千里馬 碰到伯樂一樣 他爽識你 他也願意把機會 讓你去嘗試 我覺得真的 從我出社會 我一開始要買衣服啊什麼 我就覺得真的 老闆的都會特別欣賞我的能力 然後會給我的 機會更多 對 給我的職位比較重一點 然後讓我可以去照我自己的想法 去追蹤一些事情 對 我們再來看 天葵天苑如果到了田仔宮 在田仔宮呢 有兩個情勢 第一個呢 你可能得到主彩 或是說 你買房子的時候 有長輩來 比如說幫你付頭期款 這是一種情形 真的 有主彩或是有長輩幫你 那如果沒有這種情形的話 那也就是說 你跟你的左鄰右舍的相處狀況 非常的好 他們 他們都是你的貴人 你不在家 可能會幫你住一下 你們家的門窗 真的會 是很棒的 真的 你知道我現在住這個地方 就是很讚 像我們一些 像我的鄰居或什麼 這些管理員 就是有一次就是可能有 蘋果日報或是一週刊 他們的車子在我們家樓下 然後他們就打電話上來跟我講說 我們剛剛有幫你問到 那個是一週刊 還有蘋果日報的車子 那你看 你等一下要出門 還是不要出門 他們真的會這樣來跟我講 而且是管理員 打電話去查管理員 而且我們那一棟 正好有做那個 是做警察的 他就那個警察 馬上打電話去查 那個車牌號碼是誰 然後就知道那個是蘋果日報 還是一週刊的車子 好幫忙 很幫忙 他們就會打電話來跟我講 那你們家那邊 應該不會找小偷什麼的 不會 而且我樓上住一個 就是很棒很棒的長輩 然後他第一次看到我 他給我的見面 就是一個高爾夫球具 對啊 太好了 就是對我很好 就很疼我 然後享受我當他幹女兒 那種感覺 能遇到好鄰居真的是也不容易 那看如果這兩顆貴人心 是在福德中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可以讓你紅胸化吉 最重要的是說 在老來的時候 你的子孫院很好 子女都會守在你的身邊 因為福德宮 它是看一個人老來的狀況 對 人老的時候有的時候 會滿孤單滿寂寞的 可是貴人心在這裡的話 晚輩 其實子孫其實就是晚輩的貴人 對 他不會氣你而去 他願意照顧你 所以他在福德宮也是滿好的 雖然說我們這裡的人沒有 我們再來看看 在父母宮 父母宮有沒有 對 父母宮也沒有人有 真的 如果天貴天月呢 是在父母宮的話 你可以得到父母長輩的地印 或是提息 你可能會出生在權貴之家 然後他們願意在你身上 投資去培植你 甚至於小的時候 連師長他們都願意提息你 有機會也會把機會給你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天貴天月 這兩顆星在十二宮 它的一個狀況 不過有個小小的放書 還有蛋輸 對 老鼠死 根本遇到 他就是怕空 所以你的天貴天月 如果逢到了捷空 或是地空 或是尋空 貴人的力量也就消失了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不 大家說的都是火的不 你叫我來說是不 我也沒有 甚至於呢 貴人會變小人 其中 結空跟地空的力量是最強的 那幾乎貴人就沒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的同事 跟我的朋友 一場空 原來你們在跟我 我沒有珍惜 在跟你們做朋友 你們在欺騙我 所以這裡如果說是碰到了捷空 或是地空的人 很可惜有一個破解的方法就是 你要主動去找貴人 而不是讓貴人來挖掘你 真的喔 你要去展示你自己 我有一直在展示自己 有 你太會展示了 所以我們的工作同仁都看到你了 真的喔 我們常常在講 靠山三島 靠人人老對不對 去靠自己 所以有時候要靠自己 如果所有老鼠屎 我們就要靠我們自己去買水果 或是展現自己 對不對 讓所有人看到你的表現 對 我們今天要從我們的這個 黃老師的手面向來告訴大家 到底什麼樣子的人呢 這個手面向的特徵 靠自己最好 來 黃老師 我們在手面向來講 什麼人靠自己最好 請各位解釋一下 你自己的長相 如果你有這些長相 你最好就是靠自己了 也不是說沒有朋友 只是朋友的幫助 可能力量不強 第一個 看你的鼻子跟顴骨的比例 鼻子跟顴骨 鼻子太大 顴骨太小 就是叫做鼻大 顴小 鼻大 顴小的人 你應該是靠自己 因為鼻子代表中心思想 代表自己的努力 那個顴骨就是拳 就是旁邊的扶走的力量 那扶走力量不夠 因為這個太小的關係 你就有靠自己了 對 那第二項是 小潘潘就有點複合了 就是特別是指女人的 女人的這個顴骨跟額頭 這幾項比較 看起來比較有力 或比較 發達的 它可能也是要靠自己了 顴骨這一邊嗎 因為顴骨是代表自己去拚嘛 額頭是代表自己要去想 就是你要自己去拚 自己去想 額頭很脫 自己去做 那這一種的 這特別是指女孩子 那麼如果這一項來講的話 唐老師也蠻複合的 唐老師也是 一定說 這一項他要靠先生 或靠別人比較難 就靠自己 比較寄託 加油 加油 有時候真的是要靠自己 那第三項是特別指男人的 就是男人 如果你看他那個男人 長得比較黑 比較瘦小的 他也這一生是靠自己的 男人比較黑 或者男人比較瘦小的 很奇怪 他都是要自己打拼 別人他認為你不要插手 對 而且我們常說 比較黑比較小的男人 通常得不到娘家 得不到太太那邊的 嫁妝或錢財 就是因為他覺得很不光榮 我娶一個老婆 為什麼要靠老婆那邊的錢財 寧可自己打拼 所以那種就算人家要幫忙他 他也盡量人家不要插手 所以男人如果你看他比較小 比較矮或者比較瘦的 對 他這一生幾乎是靠自己起來的 就算成功不成功 都是靠自己的 OK 好 除了上面是面相的說完之後 我們又要看一下首相 好 那首相也有兩個特色 來可以做一個說明 這也是常見的 第一個就是段長 段長 段長的這一生就是靠自己 因為段長的人所謂獨斷獨行 他比較強勢嘛 對 而且他認定他自己要做 他會全力以赴自己去做 寧可完全靠自己來就 反而比較有成就 當然我們講 任何一件事情做到大事業之後 最後還是有些本人幫忙 對 但是主導完全要靠他自己 段長的人 我們講段長的人 多少有成就 他就是個性的關係 他很能夠拼 很能夠為自己的目標 要去努力的意思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是要依照年紀來看 就是看你的命運線 命運線 我們的一般的命運線 它大概只有到這裡而已 到哪邊 就是到感情線上面一點 大概只有這麼長 如果說你的這個命運線 或者有些人叫事業線 一直長到終止來了 對 這個時候我們給他一個名詞 叫做天柱文 如果是天柱文的 那他就是要靠自己了 那他就是一定要靠自己 不好意思 小公開他現在因為很年輕 這條線他也是現在漸漸的 還沒有完全長得很 完全像我這樣 可是他有一些間斷那個 因為這條線是會改變的 那麼再過一兩年 他這個會完全接在一起的時候 一方面代表他事業很成功 一方面也代表是 他的拼是完全靠自己拼出來的 所以這樣子再去衝事業的話 會更好對不對 對 就是這種人 我們如果簡單講 當然小潘潘貴人也是很多 但是這個我們就所謂一句話 叫求人不如求己 沒錯 就是扶走力量之外 你也不要依靠的太多 你依賴的是靠你自己去拼 自己 這才是真正的確認 他之前遇到那個 算是很大的貴人 對 黃先生算是很大的貴人 還是要靠自己 對 還是要靠你自己的才華 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的努力出來 就像你在這個綜藝大哥大 我們都知道 這個飛哥也是很幫忙你 對不對 也是你的貴人 可是龜哥曾經有講說 你有可能 龜哥 飛哥為貴人 所以飛哥也是你的貴人 對不對 那飛哥曾經也講過一句話 你有可能從這個紅粉之急 然後再往上一擠也 變情婦 你都背下來了 對啊 可是我就 那時候有記者 水果日報就問我 他說 飛哥說你可以做他情婦 之類的 你如果跟飛哥在一起 你覺得 飛哥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情人 我覺得會吧 因為我覺得他人 就是很浪漫的那種 你光聽他唱歌 對 對啊 然後反正都報紙都寫出來 之前我們去唱過一次 可是他連在唱歌的時候 他都可以利用中間間奏的時間 來博君一笑 真的嗎 對 那飛哥有追你嗎 你覺得 沒有啦 真的啊 那你想不想讓他追 如果他追你覺得好不好 他不會吧 我說如果啊 就沒有啊 我說如果啊 就自己 就追就追啊 誰怕誰啊 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狀況 不會啦 如果說有好的狀況的話 你要趕快跟我們說 好啊 要不然就硬說飛哥 一定要追他的感覺 一定要往這個胡同去追 對啊 我也一直說 我要請他吃飯 他都不答應 那你說我多堅持啊 我說真的 你有沒有想說真的好好碰到一個情人 會啊 會 現在想談戀愛 可是問題現在很麻煩 我連朋友都可以沒有了 沒關係 我們今天請唐老師來告訴你 好不好 也順便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在2015下半年 如果你有這個桃花 遇到桃花的時候 可能是你的這個真命天子 或真命天女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上榜啦 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如果下半年 你遇到的對象是真命天子嗎 這個呢就要從你的太陽跟上升來看了 小潘潘呢是牡羊座 是 上升在摩羯座 那我們就來看看牡羊啊 跟那個摩羯啊 有沒有上榜 第三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獅子座 那因為獅子座的夫妻公呢 是在這個水瓶座 那水瓶座 另外一顆守護心是土心 這個時候已經進入獅子座了 所以意思呢就是 他自己感受到該成家的壓力 應該要找一個人好好的定下來在一起 二來呢也有人介紹對象給他 對方呢好像背景條件也都是很恰當的 是 比如說他也不花心 他也有準備要結婚 雙方都有誠意的情況下呢 獅子座 這個下半年遇到的對象 是可以長久經營的 恭喜耶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黃老師的巨蟹座 黃老師還需要的 我不需要了啦 對 你壓第二次了嗎 我再給別人 巨蟹座的夫妻公就是摩羯 就是土心在守護的 那之前呢有壓住他的氣焰 所以那個巨蟹的朋友們 太陽上升的巨蟹的朋友們 其實過去在兩性關係上 你可能是比較有壓力的 比如說對方想跟你結婚 對 對方有逼迫你的傾向 那這個都會讓你有點不舒服 而現在土心已經離開了 所以呢你反而把主控權拿回來了 而且下半年你的桃花運還是很旺 所以在新的開始呢 你所遇到的對象是 你覺得沒有壓力 你覺得很不錯 你很想跟他經營的對象了 所以上升或太陽 那巨蟹的朋友下半年會認識到 讓你覺得感情方面啦 經營方面都很有前景的對象喔 恭喜啦 恭喜 來我們來看第一名喔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我們李老師的水平 完蛋了 我們開運就有兩個老師 他們都會碰到 而且都結婚了 可怕他們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擋在中間 對 你要看個位置的話讓他們 不然其實李老師跟王老師 早就看上眼了 對 看上眼 因為我看到中間有火花 對 你怎麼一下看到李老師 一下看到高老師 就是從來沒看到我啊 我們都比你少 李老師開始會講毒花 好 水平座朋友恭喜你了 因為你的另外一顆守護星土星呢 現在是進了你的夫妻宮了 就在下半年的時候 所以簡單講呢 這個水平座如果你是不定性的人 一忽然間就看到了一個 讓你很想定下來的對象 而且是自己去追的 自己要的 那水平座這種星座就是這樣 就是你追他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他自己想通才行 所以水平座在下半年 由於想通的關係 就會有一個好對象出現 而且他也願意去經營 當然就有可能變正面片子了 因此太陽上升落到水平巨蟹 獅子的朋友恭喜你了 下半年應該是很不錯的喔 哇 真的是很開心對不對 上網的朋友要恭喜 不開心 有可能會有 蛤 沒有他 你沒有他 你拼事業啦 對啊 你可以拼事業啊對不對 你真的很想教嗎 不會耶 不然這樣子 因為今天接下來這個測試DIY 很適合你 好啊 很適合 也很適合所有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有對象 我們就大家來測試看看 到底你跟他有沒有 有緣無分 好 好不好 那這個小攀攀 我幫你想兩個 一個就非一個 一個就先個 所以你可以寫兩個字 我們可以寫兩個字 好 來 我們今天測的單元是要測 我跟他 這個他可以男生的他 也可以女生的他 就是你先想一個他 那一個人會不會跟你有緣無分 把這個人想好之後呢 我們就從這四個字 這四個字叫巴結籠絡 這四個字裡面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巴結籠絡 若 來 你會選 那一個 飛哥的就是那個八 飛哥是八 對 那憲哥就若 OK 好 來 跟我知道 結 OK 那唐老師 我要結 你要結是不是 好 我應該是攏一下好了 因為沒人選 好了 全部都能選 全部都能選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那觀眾朋友 是不是你也選好了 來看看你跟他之間 是不是有緣有分 還是有緣無分 我們從後面往前揭曉 OK 首先第一個落 是小潘潘跟憲哥 對 他想像中的憲哥 到底怎麼樣呢 很有緣 可惜各分東西 對 可以講的意思就是更輕 所以應該是有緣無分 各分東西 有工作緣 對 有工作緣 對不對 但是還沒有那個名分 好 其實是龍 龍是家簽選的 我選的 你們兩個人牽手 生龍子 而且是龍奉承想 那就是有緣有分的 你剛剛講的是誰 是不是 那個啊 那個啊 飛哥 我不敢早吃 就是如果你是選龍的 就是你想的那個人 跟你是有緣有分 我們看答案 牽手同行 龍奉承想 有緣有分 好 恭喜各位了 好不好 恭喜恭喜 有緣有分 好 來 好 下面是傑 傑是李老師跟他老師選的 你現在想的那個人是有緣 但是有沒有份呢 這個也是 傑和那 那就是我們講那才 那才 就是訂婚的意思 叫那才 而且是非常吉祥的 恭喜 我們講一下那才 要選一個很吉祥的時間 就準備要走入 步入禮堂了 是 有沒有 所以我們看這個答案 那才訂門 喜則吉祥 是有緣又有分 OK 好 他就是準備選吉祥了 準備再找結婚日子 OK 就很恭喜 好 接下來就看八 八是小潘潘的 跟飛哥之間 到底是不是有緣有分 看來 就你要問 OK 好 教授提手房 就是拔妹妹的拔 對 我看飛哥還要拔妹妹了 所以我們看答案是 如果有刀就是射拔 所以射字插刀 專愛拔妹 所以是有緣無分 對 所以還是好好的忙工作 不要想太多 對 好不好 因為2015下半年 你也沒有辦法碰到真命天子 對不對 然後這個跟飛哥跟憲哥 也是有緣無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把重點都放在這工作上 就會很好 好 那今天謝謝我們的小潘潘 來到節目裡面 謝謝佳儀 謝謝要祝福妳 在主持方面會越來越好了 謝謝 不要跟我一樣搶這個 我那個女丑丑 我要做女丑 不要跟我搶 拜託 妳有要 妳會一直求她有沒有 不要真的很漂亮 OK 好 謝謝小潘潘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 佳儀最大對不對 佳儀最大 可是雙眼皮是 你們兩位雙眼皮比較明顯 對 不對 然後再加上還有一個是睫毛長 睫毛長表示她身性還沒有成熟 還沒有長大 還像小孩子一樣 她的思考還不穩定 真的啊 就是我一直說 我是孩子小朋友就對了 是不是 像這樣子的人 對 基本上就是 感情很比較脆弱 真的啊 感情是 你小朋友比較 不會去處理感情的事 對不對 好好吃 真的不太像 而且通常小孩子都以為自己 很會處理 對啊 好好玩 好好玩 不好意思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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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 東森衛視 及e-titter-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